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Nathalie, 你有看過《Frozen》 《冰雪奇緣》這齣電影嗎? 當然有, 我看過已經十幾歲了 但都看得眼淚淚淚 《冰雪奇緣》是大團圓結局 但現實的冰雪世界真的不太樂觀 是的, 全球暖化 導致陸地上的冰雪加速溶化 溶得最多的是格寧蘭 每年有約2500億公噸的溶冰水流入海洋 令海平面上升約0.7毫米 南極洲和高山冰川的溶冰量稍微少 但連上格寧蘭 這三個溶冰源頭 足以令全世界的海平面 每年上升2毫米 2毫米看起來微不足道 但如果將全世界海洋上升2毫米 所有的水搬到香港 那些海水足以連大霧山也浸泡了 加上海水 因為溫度上升而膨脹這個因素 過去二十多年來 海平面已經上升了接近9厘米 科學家估計 如果全球碳排放 依然維持現在的高速度增長 到了本世紀末 海平面就會上升接近1米 這樣的話 就像超強颱風山竹造成的水浸 甚至更嚴重的情況 就幾乎會每年都發生 成為我們的新常態 海平面上升1米 都不是最壞的情況 因為部分南極洲的冰蓋 是延伸到海洋 稱為冰架 你看看狀態本身已經不太穩定了 最糟糕 南極洋深層的水流 水溫是相對溫暖的 是會侵蝕冰架的最底部 令冰架更加不穩定 最後大面積的冰架就崩塌了 由於冰架可以阻慢南極冰川的移動 冰架的崩塌 會加速南極冰川移入海洋 海平面上升的速度自然加快了 到了這個世紀末 海平面有機會上升2米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不單止很多珊瑚礁島會陸沉 沿岸很多大城市 都會被海水淹淨 對, 冰川快速溶化 除了影響海平面之外 也會影響到河流 到了世紀中 冰川已經大幅退縮甚至消失 到時河川的水流量會急劇地下降 一些乾旱地區 會面臨嚴重的水資源短缺 是一個更加迫切的危機 我也親身去過 很多不同地方撞來的冰川 當你置身其中 感覺真的很震撼 不過很可惜 到我孫兒孫女大了時 可能只是透過相片或電影 去欣賞這些大自然的美景 說回冰川的退縮 中國很多大河流 包括長江和黃河 源頭都是中國西部的冰川 經過多年的觀察 麒麟山脈和青藏高原一帶的冰川 都是不斷地加速溶化的 短期來說 中國河流的流水量可能增加了 但科學家估計 去到2030年 就有可能開始下降了 不僅是食水供應緊張 農作物也會減產 再加上人口不斷膨脹 百物騰貴 到時候我們生活應該很艱難 全球暖化 冰川溶化 海水上漲 水浸 食水食物短缺 我們真的要把握時間 避免最壞的情況出現 裡面